8月18日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美国宣布进一步的限制华为的措施 使华为不能够获得现有芯片 并将华为38家附属公司列入了实体清单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 中方坚决的反对 美方蓄意抹黑 和打压华为等中国企业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在拿不出任何真凭实据的情况下 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浪运国家力量 对华为等中国企业 采取各种限制措施 这是赤裸裸的霸权行径 赵立坚强调 美方所作所为彻底的戳破了 美方一贯标凡的公平竞争原则的遮羞部 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破坏全球产业链 供应链 价值链 这也必将损害美国国家利益和支撑形象 赵立坚指出 美方对华为等中国企业的打压 越歇师敌礼就越证明 这些企业的成功 也越证明美方的虚伪和霸道 历史上许多其他国家的成功企业 也都有过类似的遭遇 美方这种不棺材的做法 已经并将继续地遭到其他国家的广泛反对和抵制 美方指着华为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 但事实证明 在过去30年里 华为在170多个国家建设了1500多个网络 为228家全球500强企业提供了服务 服务全球超过30多亿人口 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于施诺登事件 危机解密的网络安全事件 没有发生过一起类似临近门的监天行为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国家能够拿出 华为产品存在后门的证据 美国是最大的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赵立坚说 诗科苹果的美国公司 早就已经承认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和后门 美国情报部门长期以来 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 实施无差别的非法的窃密和监听活动 包括美国本国的公民在内的 基本没有任何的秘密科研 这是公开的实施 我们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 停止污蔑抹黑中国 停止打压中国企业 中国政府将继续的采取必要的措施 维护中国企业政党合法权益 还有记者问 孟晚舟的律师要求加拿大公开更多的相关证据和文件 但是加方拒绝了有关申请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 中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我们多次阐述了有关立场 我要强调的是 中国政府维护本国公民和企业 政党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已 中方支持相关企业和个人 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利益 关于你提到的具体问题 我想你更应该去问一问加拿大政府 他们为什么拿不出有关的证据和文件 他们和美国政府之间 到底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搭 我认为卑劣的行径终将被拆穿 绝对的实力也终将被更多的能认可 今天华为发生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 孟晚舟引渡案再次在加拿大开庭 且开庭结果对孟晚舟和华为十分有利 而第二件事 华为成为了手机市场的销售冠军 这两件事 无论哪一件事 都可以说是令无数的国人备受服务 正义会迟到 但永远会缺席 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 总会遭遇很多的阻碍 但最终能够冲破阻碍获得胜利的 永远是拥有绝对实力的那一方 我们先说说第一件事 也就是孟晚舟引渡案的最新开庭结果 这场听证会之所以很有利于孟晚舟 是因为孟晚舟律师团队在这场听证会上 出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证据 而这个证据直接指向了 汇丰银行出卖了华为公司 而美国提供了不实的证据 误导了加翻 让用施法程序的对于孟晚舟的引渡案 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整个经过全是由于 汇丰出卖了华为的行为导致的 2013年孟晚舟称在香港 向汇丰银行的一名高管 做过一个PPT的演讲 但这份PPT却被汇丰当作了筹码 交给了美国 并成为了孟晚舟欺诈汇丰银行的依据 包括汇丰银行为什么要出卖华为 我也早在之前的视频中也具体分析过 无非就是因为2012年12月 汇丰银行因其置身的违法行为 而违反美国对伊兰的制裁规定 遭受美国的制裁 但为了减轻美国对汇丰银行的罚款力度 汇丰银行便私底下与美国做了交易 所以美国才与汇丰 签署了一份战缓起诉协议 而这个交易到底是什么 从后来孟晚舟的这件事发生后 也就明朗了 那就是汇丰银行配合美国 找了一个证据来诬险化为 而如今两者背后安占的交易 实际上也早已经败露 据加拿大媒体报道称 加拿大联邦法院允许公开加拿大安全情报局 2012年12月一旅的一份备玩录 在这份备玩录上显示 加方负责逮捕孟晚舟行动的 加拿大联邦警务国家安全部门 在逮捕前对逮捕行动进行评估认为 逮捕具有高度的政治性 并将引发全球性的震荡波 不仅如此 这份备玩录上还显示 加拿大联邦警察和边境服务局 是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告知下 在温哥华国际机场逮捕孟晚舟的 美国为了避免外界认为美方施加的影响 特意不出面参与逮捕行动 很显然 当前的这些证据已经明显地指向了 孟晚舟案件施舍水场 美国针对华为公司的一场政治迫害 而在这场政治迫害中 无论是家方还是汇丰银行 都充当了美国政客们的打手的角色 针对这份备玩录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例行记者会上也表示 有关文件再次表明 孟晚舟事件是一起 彻头彻尾的严重的政治事件 加拿大放映了美方斑顺的角色 中方敦促家方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目前就此份备玩录 孟晚舟的律师团队正在以程序滥远 证据不充分的理由要求终止印度程序 但法庭当天 未就案件本身做出任何决定 还是那句话 非烈的行径终将被拆穿 虽然孟晚舟引渡案 仍需要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我还是相信 我们最终会获得正义的胜利 再来说说第二件可喜可贺的事 那就是华为或全球消购 最近市场调研机构 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 华为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销售中 占有率达到了21.4% 而商星只有19.1% 这就意味着 华为历史上首次超越了商星 成为了全球智能手机的消购 据该公司分析成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已经复苏 但受印度疫情影响的商星 在销售上却越来越呈现批断的态势 不仅如此 三星目前很多的工厂都位于印度 而因疫情导致了很多工厂都停工停厂 在生产力上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过去十年 华为手机的市场销量和市场份额 一直都在稳步的挣扎 是前年首次的超越苹果之后 如今 华为也终于实现了对商星的超越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受到了美国多方面的制裁 使得华为在海外的市场的销售中 局部维艰 但在中国市场 华为的表现可以说是异军突起 根据IDC一季度的国内手机出货量报告显示 2020年第一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6660万台 同比下降20.3% 华为一季度出货2840万台 位居第一 市场占有率提升至42.6% 苹果出货510万台 位列国内的市场第五 市场占有率7.6% 上年同期为6.9% 另外 华为在国内的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 更是比去年上升了13% 所以说 在真正实力面前 重视你美国怎样的打压 重视你美国有千军万马 我要去 那边去 多时说过 无论是打压华为 还是基压门广州 都是中美博弈背景下 美国政治迫害的 非力手段 而华为当前所面临的这些困难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 也将持续地存在 但正如中国人常说的那样 得到多处 世道寡助 随着当前 美国众多针对中国的阴谋 在国际上 败露和美国内正在发生的暴乱 所以在这场国运之战中 先机宜然站在了中国这边 因此 目前我们能够做的 就是做好持久战的准备 近代转机 一击毙命 获得最终的胜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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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